大家晚安 回到股東前朝 節目現場的現場請到的是 分音師陳育農 育農午安 育農午安 大家午安 好 育農每股倒窮已經連跌兩天 但台股減表現是相對抗跌的 好 先來看指數的收盤點位 即變 它最後盤指數稍微往下 大盤下跌20點作收 收在11,018點 但今天成交量依舊是亮縮 成交量只有1,108億元 看一眼OTCL在今天最後盤往上拉 指數收在當天的最高點 最後上漲0.79大點收在154.27 日K出現了連八紅的走勢 大盤的強勢整理 焦點依舊在中小行過 明天又是禮拜五要收周線 還有月底有投信的作帳 怎麼做觀察呢 好 那我想其實在這幾天大盤亮縮 所以說呈現一個震盪格局 其實我們從大盤K線可以觀察出來 目前的一個位置大概是距離 大概1月份的一個高點相對的一個高檔 那這裡震盪我覺得是可以去做接受的 只是說我們必須去觀察 因為外資的多端目前有4.8萬口 所以說其實下禮拜拉高結算機會會非常濃 那當然其實大盤短線上 在這個地方震盪的過程 然後其實大家可以發覺到 今天大盤跌20點 OT其實漲了0.79點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發覺到一個現象 就是投信作帳的概念股 其實在最近是比較強勢 我們可以看到像最近期投信在作帳 有哪些標的 比如像是2408的這個南亞科 大家可以看到南亞科的Caching形態 跟大盤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大盤在震盪 它已經創下了這一個波段的反彈新高了 另外像是3026做被動元件的核生堂 大家也可以看到核生堂的一個股價 是不是也是緩步的往上去做一個墊高 另外還有什麼像是2454的聯發科 也是最近期投信買的比較多 但是它的股價相對跟大盤比較起來 就是比較強勢 甚至像是2425的台辦 也是最近期投信買的比較多 往上去做的攻擊 就是說其實在最近期 大家在選果的過程中 盡量從這個地方來做個篩選 比如說像是2367的耀滑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我們從K線形態 配合整個法人的一個投信的買賣超 大家可以看到 投信在最近這兩個交易日 已經買超了3861張 股價才剛開始向上去做反應 那很重要的是因為1到2月份的營收 是29.49億年增率有22% 那其實我們持續去灌燒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未來整個投信概念 持續往上去做帶動 這個題材會帶動到相對的股價 向上去做個表現 因為上一波投信開始油賣轉買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當時整個所謂的一個要滑的股價 從低檔向上攻擊的過程中 漲幅超過一倍 那階段先想想 這個地方投信又開始油賣轉買 我認為長線可以去做一個觀察 那麼另外像今天這個PCB比較上游的 我們可以看到像1815的富橋 從形態上來看 因為財報公布出來的數字 是創下6年的新高 今天已經突破了下降反壓線 代表說整體的PCB上中下游 有機會去做個帶動 那同樣跟富橋一樣在做這個 所謂波先布波先殺的 還有1802的台波 因為台波他目前財報還沒有出來 那以昨天看到這個 所謂富橋公布財報 是往上去做跳高的話 那台波這個部分我後續 都可以去做一個流 也說其實 整個所謂的一個投信作帳 應該在這個月月底之前 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從熱門的族群裡面 比如像蘋果概念股 像AI人工資本 應該都有不錯的標的 可以讓我們來做篩選 好 先請教允農 講到這邊 要關回來 我們從全鎮的角度 帶給你明天的操作策略